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贺锦西 你怎么把灯关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开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灯 对 灯 灯 这 看够了没有 够了 没有 我 如果明天会是好点起 如果写的难以致绑紧 说不定我明天就愿意 一起去走走走走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立刻让人去你订合同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跟在我身边 所以我是被录取了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身份证 这是我的身份证 等等 您 您刚刚说 二十四小时跟着你 我每个月赴你五万的月薪 让你二十四小时服务 有问题吗 你难道是想要 包养我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应该用这个词 不好意思 我是来面试 花园集团的网络推广主播的 不是来给顾总您 潜规则的 网络推广主播 潜 潜规则 五万 两万 你是把我看成了 来向你明码标价的 刚才不是你自己 明着码开的价吗 我 您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话 凭什么我们来面试的女生 就要受你这样的侮辱啊 侮辱 总之 我不会再和你 以及你的花言合作 老大 我精心为你布置的玫瑰花 怎么样 这是怎么了 老大你打架了 不不不不 老大怎么可能打架呢 应该是 不会说话你可以不用说 好 还用 把玫瑰撤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 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 最佳女友面试 也不用招这些麻烦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 万一遇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呢 我和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 要找一个人在你身边 照顾你 保护你 把你的狗树屁强迫着 我去见个客户 今天先到这儿 别动 如果明天会是好惦记 如果写的难以至绑紧 说不定我明天就愿意 一起去走走走走 街上撒个鞋 而藏花纸 无法的色彩 像热的眼睛 对不起 但我只想提醒你 这里有很多高清的 红外摄像头 你不能 就当我今天 没有认识过你 她的心眼的证明 在看口前预感 你和她 背不下来这些条款 在奶奶面前露了芭蕉 那么你 和你想要的一切 都有修事 不然 明白吗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都有修事 准备 放开 下来 对 我身边所有的一切都要偶数 也包括你 我 我们结婚吧 结婚 可是何用礼没说要结婚啊 我和你签订合约 是为了让奶奶达成所愿 她一直希望看到我结婚成家 那也不用结婚这么隆重吧 我不是真的要和你结婚领证 我们只需要办一个小型的结婚仪式 或者去派一张婚纱照 让她看看就可以了 她说得到容易 结婚 拍照 都是人生第一次 凭什么人生最浪漫的第一次 都要给那个人 你背不下了这些条款 在奶奶面前露出了马脚 那么你 可你想要的一切 都要修饰 看你有没有撞傻 你才傻了呢 我就是被撞了一下 又没撞出脑震道 我现在清楚清醒清晰得很 这么有精神啊 很好 那现在回你家拿行李 为什么回我家 为什么拿行李啊 你不会出了车祸就忘了吧 答应奶奶的 今天晚上搬进顾家 那也太快了吧 总得给我点时间 好好准备一下 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你只需要到我身边来就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搬进顾家 到我身边来 以后不许在这么晚 单独出门 更不许和不清不楚的人相遇 凭什么 凭你 是我的女朋友 合同制的 好吗 哦 这事先这么过去了 我现在陪你回家拿行李 和顾家 知道了 顾总裁 通常 才不判性 是